各位合作方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影網安教育學院 WatchGuard的警察廟記第三世紀 那有合作方們問到說他們公司有用到AD Server 也知道AD Server可以與WatchGuard做一些整合 然後用到一些管理上面的功能使用 但是呢他不太知道如何去做設定 然後如何去做連結 那這一季我們就先從如何與AD Server做一個連結上面的基本上設定 那事不宜遲你就來進到我們的設定畫面吧 好 那我們還是用我們的WatchGuard清晨Manager來協助我們 來比較好觀看如何去做設定 點選我們的Sitout之後 可以看到選單中有一個Earthstone Percussion的選項 點點下去之後旁邊就會看到有個Earthstone Percussion Server設定 那點選上去我們可以很明確看到說可以增加AD Server的地方 那我們點選App 這邊就是可以來開始設定我們的AD資訊 好 那一開始會導入一個經理頁面 那如果您對於設定方面還不熟悉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經理台導向一步一步來完成設定 OK 那我們又點選我們的Next 點選一下訊號這邊可以輸入我們的Domainnet AD Domainnet的資訊 那我們通常我們用我們公司的分net.com.tw 完成之後呢我們來下一步 這邊是告訴問詢問說 這裡是不是你們的根本的address呢 OK 你也可以用到IP之類的 好 那這裡有一個選項喔 就是說如果你們公司對於身份驗證方式只用到姓名 就是帳號跟密碼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做驗證的話 如果覺得不夠安全就可以構成起來 然後去做加密方式的跟嚴謹的方式來去做身份驗證 那這方面呢其實大多數都不用使用到這樣的設定 如果您對於你們公司需要用到這樣的設定 當你供應起來之後不知道是否成功 或者是你設定上面不太清楚的話 就可以在之後我們會有一個聯絡資訊給來詢問我 好 那我們next之後就可以完成 最後進到我們的設定完成畫面 那這也是做一個最後的check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邊有個add 對於你的domain name下面的 可能你要增加一個IP address 或是DNS的name 這裡可以增加 但是我們通常只能最多兩個 那我們剛才設定之後 這裡只能再增加一個 好 那下面呢有一個登入的屬性 綠色呢就是這樣子我們就記 name跟account account name 然後配合我們的ad裡面設定一個密碼 那下面就不用再另外做password這些設定 如果你對於其他比如說你的password一些功能呢 有些地方要做自製化 而客製化 那這地方你就會選擇其他選項 不過我建議就是使用綠色的就好了 那這樣子呢就完成這樣基本與ad server 做一個連點上面的設定 下一期第35G呢 我們就會說到一些ad server的管理應用 那歡迎大家來我們的youtube 來觀看我們的教學影片 幫我們點贊和訂閱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